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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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乘搭兩船 可能同一齊文化的桶阿嬌 然後又甩一個 我不知道 但其實他那一堆東西 只是因為他被別人把他的私隱公開 我應該說我認為他那個電腦 收你電腦而被別人揭發了一些照片 這是一個私隱的行為 但同一時間因為這個私隱的行為 而令大家知道原來他有很多女兒 其實沒有這個行為 我都知道他這個樣子 不是因為他在當時太英俊 他在外形上吸引很多女性 也容易因為這樣他能夠認識很多女性 認識很多好東西 陳冠卿很厲害 吃了這麼多好東西 據聞他也吃了很多東西 最後他截止為止又來了 截止為止他結婚了 好像沒有註冊 生了而已 有人問他為何還不結婚 總之他有一個穩定的關係 還有一個小朋友 那我不管他 從而就是人生 起碼他沒有裝好人 所以我看不起那些自己的自由 你不就像羅志祥一樣 你不就有多人運動 即是無賴你接受 無賴我接受 還有另外一個點 就是我們覺得陳冠卿其實是沒有結婚的 他不是說結婚 然後吃很多女兒 他跟羅志祥的個案有點相似 其實差不多 他擺明就是這樣 買了一些女兒自己貼上去 很多女兒 沒有人拍下的 那些照片就是他潛建天台的照片 對 那這些就是被人看完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譬如我們一日常生活 即是不要說明星 即是你說起渣男的時候 其實可能你的朋友 或是平時說起 那些人都不是說結婚 那些人都不是說結婚的 那些人都很戲劇性的 只是拍拖而已 那些人都會說 那些人真的很差 很渣 那樣 不 我就想起 我去工作假期的時候 我們住過一個 共同房子 裡面那個男 有一個 算是租給我們 一對香港情侶 不過男生是有點渣 都是渣 但你不是跟他在一起 你怎麼感覺到他渣 首先 我們就 人生路不熟 第一次去到那個地方 租了都是香港人 情侶 對香港情侶 一起吃火鍋 那些 即是分享一個廳房 對 對 我們後來就發現 那個男生經常在家打遊戲 不理會女朋友 那也沒有 很多男生都是這樣 對 但我想說最戲劇性 這一對模範 不是模範 給我們的感覺 他們應該是很久的 認識了很久的情侶 應該是拍了一段日子 應該不是那些一兩年的 但是從說話當中 大概知道他們應該都可能 有一段關係比較久 即近乎可能結婚 應該 我認識他很久之後 發現他們應該是 因為他們的行為 你覺得他們相處了很久 對 然後呢 然後發現有一次 最奇怪的就是 我看到那個男生 在一個餐廳裡 跟另一個不認識的女生 一起 你們不認識的女生 用一對情侶的姿態吃東西 然後呢 那個日期呢 就是聖誕節之後的那一天 就是正日陪不到 第二天 對 前後 然後 你惡了然 因為我還要服侍他們兩個 很尷尬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認得你吧 當然 我們一起煮的 最棒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25日本來約我們 是一起吃火鍋的 對 然後我們上班 但是那個男人是說不行的 對 但翌日早上 就出現了YY的店鋪 那我就覺得 真的很尷尬 因為呢 他一定知道我知道 我又知道他這件事 即是我們知道他講大話 他又知道自己講大話 如果你也知道大家才講大話 這種問題就好像你問 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的男朋友 跟你的女兒一起 你會不會告訴你的朋友 會 但因為這個不是我們的朋友 對 這個是完全是一個陌生人 但我想說 剛才你說的那個 yes or no question 即是你見到你的朋友 我認識的 見到你的朋友的另一半 跟你另一個在一起 不知道是誰 對 男朋友的另一半 你見到他出軌 OK 你會通知你的朋友 通常女生都會回答 女士 女士 女士會回答 他會通知我的朋友 你會不會 但是我想說很多男士是會答不會的 但我選不會的 有些男士是不會的 其實我們是沒有說到的 這個案子上面 但你問我如果那個人 是我一個很要好的閨密 然後我見到他的另一半 跟你說 當閨閨 我可能 可能 看看他們 我會套一下我的閨密 可能是這樣的 但你有沒有想過你的閨密的心情 我知道 可能會震驚 不是震驚 因為我試過 這個例子本人 OK 不怕說 但我試過 有人跟我說 你的另一半 有這個行為 然後我最會 或者他感覺 我發現了他另一半 我另一半有事的時候 我就跟人說 就好像這樣 其實我們都知道 蛤? 是 那你不說 是 是 因為那一刻 我覺得好像已經被另一半騙了 還要朋友再 再騙你一次 騙你一次 但是是這樣 因為有些人 你的性格是這樣 但是我會根據那個人的性格 而推斷 因為有些人是想自我欺騙的 你明白嗎? 即是他不想知道 是呀 我不想知道 但其實那一刻都知道了 如果知道 是呀 即是要假裝不知道 是呀 有些人 素心齋 但是賣絲滑腸 沒錯 哈哈 我覺得很累 這件事 我會看回 剛才我都說 如果他們本身有些問題 而我又發現到那個問題 是真實的存在 證據 是有證據 我會發聲 但如果他根本還是蒙在鼓裡 我感覺到他應該不是很清楚 還是很美好 傻傻的 其實我有他傻傻的 你問我 但後來呢 即是我們的房間 即是房間 他們自己發生 爆發了 對 爆發了 我就聽到他們吵架 吵吵吵吵吵吵 那些 後來不久之後 我們都搬走了 因為我們都不想處理 別人的家庭 不要看了 但是分開了 分開了 知道分開了 知道分開了 那個男人原來是 我猜的 有一點點 都是想為了 玩厭 又想拿身分 認識了另一個人 但是這件事還未完 因為後來我們在另一個工作地方 認識了另一個人 原來曾經跟他一起做過事 跟這個男生 跟這個男生 原來發現他是女生 他都會說 我送你回家 透過送別人回家 而親近的人 就追求他 只不過是剛好 他上次遇到那個女生 受了 對 有些人是這樣的 其實有個女朋友 但可能到處認識其他 或者工作上很喜歡 一些工作的人 很有趣 工作做事 對 特別是工作上 對 因為可能在工作中 中了的話 會在工作上有好處 對 有好處 或者 不是 比較容易埋手 工作也經常見 還有其實有時候 我覺得 每個人出軌的 定義很不一樣 對 譬如很簡單 男生可能沒有工作 男生覺得 我都沒有跟他搞事 我都沒有跟他 我都沒有跟他 我們一群人散了 他跟我同一條路 同一輛車 他一個女生這麼晚 或者他會說 我跟我同事 都是發信息 我又沒有做什麼 然後他會說 你發信息有個趨心 或者是 你跟同事經常發信息 男還是女也好 但有些人覺得 我跟他做什麼 不用吵架 我沒有做過什麼 沒有被抓到 就會說自己沒有做過什麼 或者那個男人 我也沒有觸碰他 或者那個男人說 他發信息給我的 不是我疼他 他疼我 你看我們經常說 都說是兒子有問題 是這樣的 但其實女兒也會有 不是的 有時候女兒也會有問題 女也會有 你記不記得有另一件事 是嗎 另一件事就是 有一個泰國女生 那件事 你記不記得 你先說吧 你記不記得 話說我們去到另一個地方工作 那裡有一個男人 有一個同學 他當時要讀書 就是一個泰國妹 經常來店舖找他 這個男生也是有女朋友 有固定的 已經是長久的 是的 泰國女生經常來店舖找他 就搭課 對 搭他課課 我這個不關於 我幹什麼 搭課課 然後整天都要那個男生送他回家 在車上就 這就是女生的問題 這次就是 可能帶那條兒子 其實可以做一些很明顯的事 來阻礙他 我們經常說 喂 那你就要做這些反應嗎 對 男人就要回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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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得吃就要吃 要不然最大就一定 我們不負責 不抗拒 和不主動 是的 她就覺得那條女生 我試過 她心想沒有 她經常過來找我 不是我叫她找我 為何經常會有很多 反而好像拿男人的數目 比女人多 可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們不會說不 而且他們經常下半身思考 男人的思考皇室倒轉 倒轉的 當時我很記得那個男同事 他整個爪子一樣 臉上有紅色 紅色 紅色開瓶 上一集說的 他一上腦 還有我覺得這樣的 兩方面是有問題 首先這條女生很主動 然後這條兒子 我知道是七個字 不是五個字 下個滋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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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滋粉客 她就覺得 有一個女生來 怎麼抗拒 還有 她我沒有做什麼 我明白 她覺得我沒有做過什麼 我只是站著跟她聊天 她每天都來 那聊天 跟她吃過飯 我沒有做什麼 我沒有拖她 在於女性的角度 旁邊的人看 尤其是她說 你自己有個女兒 那不就好像什麼 契妹 契弟 契妹契上床 契姐 那些 因為男人吃不到女兒 就是契妹 契妹 契妹 有誰說 這麼喜歡契妹 一掛下送金筷子給她 笨拆 男生很喜歡契哥 契妹 有這樣的關係 有些女兒都有 有 師兄 互相 有這麼多契哥 就有這麼多契妹 對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這些愛情的事 真的很煩 你要大家 譬如你的定義在哪裏 出軌 譬如你的定義是 要搞了東西才當 不是 你跟她 不斷曖昧也是 還是怎樣 我聽過有人說 究竟你接受 肉體上的出軌 還是思維上 哪一樣 你會覺得 不行 連思想上已經有 我已經不行了 那你們選擇 肉體上還是思維上 超級 嘩 全靜 因為很難選 因為肉體很骯髒 思想 我覺得她壓夠 對 思想其實都很大 其實兩人都不行 對嗎 對 我起拳 我兩人都不行 兩人都不行 都發生過 無數次 她只是信息還是什麼 都被我刺到上宇宙 即是你那些還沒開始 肉體的思維 吹心 對 或者Sama那些 你今天上不上班 吃飯了沒有 你換過來看我 你就好 你放假開心點 起床沒有 我今天沒有上班 你惯不惯著我 吃屎 味道 楊兒你選吧 哈哈哈哈 咖哩味的屎 又來 現在最好就是不要遇到 但如果我覺得 如果是另一半 我覺得 掛著這件事不能亂說 我真的 還沒選 肉體還是思想 出軌 你接受意見 前週我答 你都沒有答 前週我答 你連你沒有回答 是兩人都不行 什麼 我回答不到 我死了去吧 我都向後死了 算了 回答不到 一樣回答不到 好像 我繼續 我有身邊的朋友 一類是 我很想想去肉體 是啊 有些人是這樣的 有些人是這樣的 不行的 我才想都不行的 兩邊都有的 我不知道你說那個朋友 選肉體 是否結婚的 有結婚 也沒有 因為未結婚的人 我覺得結婚的人 會選肉體 因為我覺得肉體就算了 你可以回來吃飯 但是這樣 他也要回來吃飯 他也有買廁紙 那不是要去哪裏 有買很多東西 要喝雪櫃 我知道 這力多 他覺得肉體曾經做過一些不對的事 但他覺得 人生無過 人生無過 耶穌也有錯 耶穌錯在大順 我覺得是那個年紀 我看他那個關系 是甚麼的地步 如果你說新一代的人 應該是不可以接受的 是 新一代 因為你想想 打架了吧 因為你跟一個人相處 或者你跟他是另一半 一定要肉體上 都要契合你 就是兩樣的 兩樣 他要零欲合一 因為有些人覺得 真的 我應該是性格 再加上性 兩樣都要配合 這是我們理想上是這麼想的 還有你想想 做戲也有很多人 都是因為先上床 而喜歡對方 那些愛到那些電影 就是搞完才有感情 是啊 也有很多人很愛大家 但因為搞不到東西 是不理會的 是很慘的 我覺得也是 或者一直都生不了兒子 是的 都是個點 所以我覺得肉體 也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 是 雖然我們 那就是你選了 你可能肉體也很重要 沒錯 好吧 我選肉體 最後我們迫然 局檢 局檢 OK 我真的覺得很不行 女人都不行 我覺得大部分女人 會不會都是 可能接受不到思維 思想上出軌 就是情願肉體 你回去搞完回來就算了 很難 可能會覺得算了 我現在剛才說 可以重新一點 我傾向我是肥姐 就是肥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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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心也不在 就算她在我旁邊 跟我一起看著女兒 她已經死了 對 那我要做什麼 她又沒有心做其他事情 就算了 就像妹姐一樣 對 對 人不喜歡 出軌 怎麼辦 你接受不到她 都出軌 就算了 不要搞那麼多 有些人覺得 她也知道錯 那你接受她浪子回頭 她的身體曾經出軌 但她又回來 如果 她覺得 我是一個壞了的人 即Semi那種 嘩 不行 Semi還有耶穌提醒她 我沒有 那你找過 當然我會看看究竟她做了什麼 她真的是真心誠意 是真實的 是真實的 我聽了許智安的首歌 真心真慈 真心不 哈哈哈哈 我意思是真誠的 不行 真誠也不行 我會看究竟她會做什麼 令到我 撤住 不是 又不用這麼偏激 要笑 停中 我意思是她不是說 為了彌補你 或者覺得內疚 而和你一起 她是真心 她其實還是很愛你的 她當初做了什麼事 那你會做些什麼 令到我再相信你 你不是只說的 你不停地說 我認錯了 我真的知道 我貼錯了 你壓碎也會說 那些事情 即是有些事情是行動 哪種程度的行動 你覺得她這樣做就算了 我不知道 我現在還沒出現 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 是 即是很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這樣說 她很真誠 必然是她做過一些 首先如果她做錯了 當然她要承認自己錯 她要道歉她認 是 我說夠了 我做了 然後她要認錯 如果你真的有心認錯 想那個人信回來 你應該自己去 主動一點 行為 沒錯 去令對方信任 我現在這樣這樣這樣 你就知道我去了哪裡 我現在告訴你 或者我們一起去做一些活動 增長大家的關係 或者怎樣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就算可能有時候你想努力 但因為你曾經那個不信任 是令到你可能會擔驚受怕 因為有時候很好笑的 總會有一條癡 是的 我會覺得剛才你說 她很真誠表現自己 有悔改之心 你會不會接受她 不是 你只表示沒用的 對 在於我本人的性格上 我就會對於剛才說 楊仁儀說 她真的很誠心地悔改 會不會原諒她 表達到是這樣 或者做一些事情 總之 我個人來說 因為我比較小器 我會想起 我會說 譬如這一刻 我覺得她真的很有誠意 或者怎樣 她做一些行動 令我接受她 或者怎樣 但我覺得自己 午夜夢迴 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能 很害怕 整面汗 或者我會想起 她曾經做過的事情 歷史是不會忘記的 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車宿梅 我覺得自己可能會想起 自己可能某些時候 總是有些事情裂了就裂了 可能我覺得自己會想起 很難以後不想 很難完全和好如初 好像沒有事 就算她做了很多好事 都會想著 好 好了 現在先曝一曝天氣 聽說好像下雨 但我也不知道 因為這裡沒有窗 應該挺冷 因為我拿了一件外套 大家小心注意 保暖 再見 這麼煙悶的感覺 就在我難得放假的時候出現 幸好我有做什麼 極速治療 急性悶氣 很快就見效 做什麼 指滿速速靈 So Time 又到了什麼星座運程的時間 雙魚座的你 喂 不要做夢了 醒了 做事了 剛剛就說了一些關於出軌 渣男 渣男的行為 如果還沒拍拖之前 或者你們在曖昧 那有什麼行為你又接受不了呢 還沒拍拖前 或者在曖昧 即是有些男性有些什麼 做了些什麼 或者有些女生做了些什麼 你不OK 如果在曖昧做些什麼 不用理會她 即是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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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不如不要這樣說 不如說我們 拍拖的時候 或者一段關係的時候 裡面她沒有出軌 但她做了什麼 撇除她 撇除她出軌之外 一些很討厭的事情 可以這麼說 令到你想出軌 令她接受不了 令到接受不了 我想如果 有時候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可能拍了一段時間 過了所謂的熱戀期 去到一個穩定期 可能過了一年兩年 即不是初相職 即不是初相職 但又沒有去到永淡 已經都是這樣的 的時候 我最怕最怕是 對方好像已經放屁了 集意為上 即是那個人 對 即是應該說是 對方的關係 可能她也覺得我太太太太 對方 但我覺得她太太太太太 可能已經是 生日難 想吃什麼 隨便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哎呀 久了一定是這樣的 還要求什麼 但我覺得 有時候有些事情 你少許事都要做一下 即是到了 你以前不是這樣的 你變了 那時候 通常女人就是這樣說 那些男人就 唉 即是她經常都要追求一些 繼續的新鮮 或者不需要新鮮 我覺得是兩個人 有時候都要有些心做一些事情 是令到大家都覺得 還是你緊張這個關係 好嗎 那你覺得 你剛才這樣提出 即是有些人會這樣 即是去到某一個 譬如兩年 是的 又未結婚 三年 但又一齊了 就會好像有些 完全好像平 行 那你覺得這個行是例子 其實是來自人類的惰性 有的 所有人類都有惰性 是嗎 只有車宿梅 謝謝你 有不像車宿梅 是愛心獎 媽媽愛心獎 是你 我是覺得 人類惰性一定會有 但其實你 如果要長遠經營二人關係 其實是否應該惰性 之前都不少弄一些東西 是哄對方開心 那我要覺得 那些人 真的要有時候 有心 不如我們出去高級餐廳 吃個飯 或者去個地方 不用高級的 或者好一點 特別一點 不如吃什麼 隨便在下面 不如你買上來 不如你買男計 或者很多日子都可以這樣 但有時候你開小小票 突然間不一定是他生日 或者他什麼 送不少東西給他 是他家裡開心的 要看那個人的心思 即是大家究竟有沒有心去做這件事 我常常形容 你有一段關係 不要說經不經營 因為我覺得這樣說 好像做生意 即是不是多好 要擔本 首先 要買網軍 我覺得是一個自發性 即是你如果真的喜歡那個人 我就會認 你都很開心 有時候我會看到有些情侶拍拖 你一看到他們就知道他們很多粉紅泡泡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粉紅泡泡 麻煩你畫出來 不是 是Lux的 即是你會看到他們周圍有一些 氛圍 是氛圍 即是他們是有愛意在裡面 是的 無論他們是拍拖多久 還是很久 關係這樣多久 是的 有些人 我認為有些人 根本是不知道自己為了什麼拍拖 只是隨便找了一個人 有一個人 或者有一個人說喜歡他 他覺得OK 那就一起 所以他就不會特別有什麼驚喜 我覺得有一種 就像你剛才說 可能他們都有喜歡過 開頭 我不是說他們沒有喜歡過 但他們過了一兩年 粉紅泡泡都沒有了 就不知為什麼 那段你看到他 是沒有泡泡 而且大家好像都習慣了 兩個人都是這樣的 但是他因為他們有感情在裡面 但是好像一個 好像膠著了 是的 我覺得他們兩個好像 他又不是不喜歡 但他們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而那兩個人 不要有外人看 他們兩個都是這樣 他又不覺得有問題 他瘋了一鍋 那兩個人好像 是這樣的 不用找他就可以了 他自己吃 那些 你明白嗎 就算他們一起吃 你也覺得他們 都是為了 有個人一起吃 但我都明白 你當時的關係越來越長 或者結婚幾十年 你當時的關係 他都自己吃 就可以了 那是會的 但你總會有一些時刻 或者你都想對方開心 都會想哄一下他 做一些東西 我想可能是多久了 有時候忘記了 或者沒有想起 沒有所謂 就是這樣 怎麼做 不是 其實你覺得不用找他 你也想自己開心 其實有時候 那個人說 對方沒有做這些事的時候 那人自己也應該要反省一下 一起的 不如你試試你做 可能你說他不理這些時節 什麼事都不理 不如你試試提出 不如我們去哪裡吃 但有時候兩邊都沒有 有時候是 我覺得這些膠著的狀態 最容易就會引起第三者 因為當突然間 男人或女人 那邊有一個人 走出來 對 這樣就糟糕了 或者令到他 沒那麼膠 沒那麼結 對 或者有人說 你怎樣 關心他 對 你總會覺得 我都不關心我 這樣就很容易會覺得 對 對 而且有時候我覺得 有些人的性格 是比較自私的 也是的 沒那麼理會別人 對 沒那麼理會別人的時候 很少在別人的角度看 有朋友也不要緊 是吧 只是朋友而已 但當你去二人關係的時候 其實真的 很差 真的認識屎 你另一半真的認識得屎 是 不是 有時候你不要說另一半 朋友之間有時候都有些驚喜 對 但你都會覺得 哇 你這個人 怎麼可以長久呢 因為你兩個人就是 我顧你 你顧我 但可能他會突然間 又不想這個 自己 你自己 即是我想這樣 他突然會跳出來 他跳得很出 你也是這樣 或者是 你自己搞定 你說你想要的 我沒有說要 你自己說要弄的 你現在搞定他 那些 所以很累 我就覺得 哇 你分得這麼開的時候 再加上 如果你已經結婚了 而分得這麼開 我真的覺得 真的 不如再分開 很累 那個關係 我就覺得 接受不了 但有些可能都 有些很奇怪 我覺得 那次看Will Smith 他經常跟他外面 在說 跟他老婆 是多伴侶關係 這個我不知道 是嗎 他跟他老婆 是他們一批的 但他會容許他老婆 外面有很多兒子 他老婆會容許他外面有很多女 她回來吃飯 可以了 對 而他們各自吃這麼多女 和老婆 就是為了維持他們這段關係 這個我真的傻眼 這是有聽過 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想這些是外國的世界 可能接受程度很高 就是華人的社會 大多數是比較多 那一定 我想一下 華人的社會 很少 一隻眼開 一隻眼閉 這種我想起的 那些有錢人 老婆的那隻 你去玩 你回來吃飯就行了 我有我 你繼續給我錢 我又找 我只要錢 或者你不要理我 我只要給我錢 這種關係是華人社會 就是那些有錢人 對 但是Will Smith 他跟他老婆 都是這樣開放 不是問我 我就覺得很奇怪 開放關係 那他們兩個 為何要繼續在一起 沒有 他們經常說 因為為了跟你 繼續在一起 所以我要跟更多人在一起 我真的沒有說 因為他們兩個 都可以接受對方 跟其他人在一起 我想說 他能夠找到對方 都是這樣的想法 他們是真愛 對 沒錯 真愛照常在螢光幕上 你愛我多少 你也不知道 我真的 明暈從未遇過 華人真的比較難 我覺得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何鴻生那種關係 何鴻生是不是 紅色的紅生寫的生 不是鹹魚 即是他那種 他大愛的都是 大愛就是力量 但是韓生那種是明白 明白 我擺明就是 有老婆 他面面區元 他每一個都照顧得很好 就是鄧少鑽 鄧少鑽 鄧少鑽就是失衡 你不是失衡 是因為他有一個有了 嘩 但他肥還是有了 為什麼肥還是有了 沒有人知道 可能還沒過三個月 那種不同 因為韓生那些有錢人 他是明白明白 他擺明 但他真的會娶你的 他會給你一個名份 雖然他沒有娶你 但你會有名份 那種是跟他姓的 是他負責 因為他不是成龍 對 你覺得大愛是這樣的嗎 這種大愛 如果我真的假的 我不想韓生的名字 如果真的是這個人 他表明他有老婆 對 我接受到 他會照顧你 他會照顧你 應該做的他會做的 我會接受的 因為成龍就不接受 成龍就是他 根本就不會做其他事情 他這種就不照顏鬆 他還很大愛 我要所有 我要所有 可以嗎 對 我欣賞他的 對 他是肯承擔 我欣賞他肯承擔 沒錯 你吃不要緊 你包著尾巴 你拿走 為甚麼吃完 還要敏仙餐 他不要緊 你吃就打包 拿回家再吃 還有兩邊都知道 大家都很清楚 不是騙的 各房都會知道各房 我突然說一說 我發現自己的重點是 有沒有騙到我 找到了 你接受不了別人騙你 他找到了 他不騙你 他擺明是開放 他說明我是黑色的 好啊你黑色的 這是我的問題 我接受你黑色的 我就是覺得 如果你是黑色 然後你是白色 我就不接受你騙我 是 不要這樣說 可能其實也是這樣的 好像王力王一樣 他承認就行了 承認就行了 你不用搞那麼多事情 其實他老婆沒有叫他承認 不是 他承認錯 你肯承認自己的問題 去面對他就行了 他老婆也是乘機 像周陽青一樣 不想再有更多人被騙 那個理由是這樣的 也是 公開他老闆 還有他騙人 假裝清高 是 假裝善良 那個框都破壞了 對 那個框都破壞了 被雷擊碎了 我真的覺得 你不用說一些掩飾 你已經知道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承認 所以有時候有些關係 可能我們覺得 嘩這樣也可以 嘩這樣 我就不行了 但沒有 他們的關係就是 他們知道對方是這樣 不要騙他 他擺明就是這樣 我受了 就繼續 這樣就有他了 只是成為第一柴魚化的花生 好嗎 看花生的時候覺得很花生 吃瓜的群眾 吃瓜 吃瓜的傳宗 但有些人就說 不要這麼晚才吃瓜 可能他有些延避 日後要照顧小朋友 他要等小朋友睡完 他才有心情去寫一篇 像是晚上才弄你 氣到最後 走旅都是晚上的 OK 給他 只不過 你情願明白明白 就不要騙人 都是 不要給假希望人 可能有很多人 都會來接觸你 可能會來尿你 我突然間忘記 你講一下 我漏了一條人 什麼 漏了一條什麼人 還有一個 他又 怎麼說呢 就是譚詠麟 他又不是一個 校長 就是很多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了解 譚詠麟 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是有一個正室的 那這個 就是已經是誰 告訴你 什麼沙里 我們知道的 就是從這些 報紙 對 報紙上看 他本身有個老婆 已經娶老婆 已經娶老婆 就是有結婚的 然後他就聲 我聽聞 他就說 他老婆生不了兒子 然後他老婆 在隻眼開隻眼閉下 他就跟另一個人 就產生了 就是認識了另一條女 然後那條女 跟他生了一個兒子 然後他老婆 證實的大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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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實大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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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不管你 那就當那條女生 留意以上的在報紙上 那些雜誌講出來 知道 大家也默許了 對不起他有兩個老婆 另一個老婆生裡 但是沒人知道 她的不是跟大家一起 所以跟這個 對 他們來一分 只不過他們的關係就是這樣 一切成為支持者 有人提問 譚藹倫也不是好東西 又是周圍可能最近有吃粉絲 悲傷牛肉麵就爆了 好啦 那我們算不算說了兩集愛情的事呢 算的啦 大哥 我們很少上次 其實上一集算是數榜這樣說 其實我想回應有些觀眾 聽眾 對不起 沒看到我的樣子 聽眾就經常說什麼話題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很多聽眾都說 說愛情 戀愛 我們盡量吧 迎合了少許部份聽眾 扭一扭 說一下這些 因為我們平時都是說一些輕鬆的 搞笑的 這兩集好像很認真 很認真的討論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這次愛情的題目 當然最好是說自己的 我也不怕了 我已經說了自己的事 當然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說自己的事算了 有時候不免自己沒有那麼多事發生 你總會說了一些朋友或其他人的事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又要拿捏 因為我們又不想把別人的小節 好像都說出來 因為有些朋友頂力支持的時候 都說了一些東西出來 雖然沒有人會知道是誰 但我覺得應該沒有人想 別人討論自己的公開 我們也會有愛情題目 看看哪方面 還有有時候我會想 誰想聽我們說自己的事 對不對 好像不太好意思說 我們自己說出來 當然是說自己的事最好 你不用怕 我是這樣的 我自己不怕就說 給點時間 今集也算要做 滿足了 看看吧 看看大家可能覺得 你到底在說什麼 當然 看看大家還有什麼話題 想我們討論 或者提議 都可以留意 讓我們想想 譬如你講戀愛 也有很多部分 哪一部分 如何曖昧 你一說下面一定有人留言 可能我想聽牛說 一定有人留言 如何約會 約會對象是怎樣 約會時應注意以下禮儀 例如不要遲到 最多人遲到 吃蔥 我要酒蔥 大愛獎是吃蔥的 我們希望不知道什麼時候 愛心獎會再出現 大愛就出現 感恩包容 有些人可能想跟我們分享你的經歷 叫我們在大氣電波說 會不會是另一件事 或者有些經歷 你想說 趕在一起 我們是不是絕情谷 唉 不知道 哈哈哈哈 等一下 被孔了好愛瓶 好了 孔了要飛走了 好餓 我們要準備Hello 我們Hello Hello 歡迎收聽 What's up